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659集 怎么不想 想得要发疯 周成是年轻小伙子第一次谈恋爱 心理上和生理上双重煎熬 心理上思念 想和小岚见面 说话 想听听小岚的声音 生理上就想搂搂抱抱 她媳妇香香软软的 有些事要留着结婚时做 难道抱一抱都不行呀 不是周成猥琐 这属于年轻人正常的生理渴望 像周成这样年纪的小伙子谈恋爱 要是对女朋友一点欲望都没有 要不就是女朋友长得惨绝人寰 她一点都不喜欢 要不就是女朋友是个挡箭牌 她性取向有问题 两种情况都不是 可想而知周成有多想夏小岚 夏小岚 我就是太高兴了 一点都没想到 夏小岚一说话 周成才回过神来 她高兴得要命 也不管教员还在了 有点眼色就该主动避一避 非要在旁边看着她和小岚见面 教员都不害臊 周成有啥害臊的 她大步向前 抱住夏小岚就不想放 教员看得眼睛疼 行了 给你一个小时 就在前面海滩处转着 可不许走远了 教员像赶苍蝇一样不耐烦 周成整个人欢快地像水里的鱼 想摇摆 想咕噜咕噜吐泡泡 哎 不走远 牵着夏小岚就往沙滩走 之前嫌海边扎营很麻烦 沙子总喜欢藏在裤脚里 喜欢往鞋里跑 现在牵着小岚的手 周成才觉得脚下的沙滩是软软的 走在上面脚步发飘 周成都不知道 这次任务何时才能结束 她怀疑自己的两年陆军学院生活 要在打击走私犯罪中度过 那还怎么见自己媳妇 还在绞尽脑汁想办法呢 夏小岚自己就忽然出现在她面前 对周成来说不可谓不惊喜 两人牵着手离筑地较远了 周成二话不说低头就亲了下去 那娇艳的红唇是她日思夜想的 她渴望尝到小岚的味道 直到和夏小岚唇齿交缠 周成才有真实感 哦 这不是做梦 做梦是没有滋味的 喘着粗气 周成将夏小岚搂在怀里 小岚 我想你想的都要发疯了 她把夏小岚的头往胸腔处按 夏小岚能听见周成的心跳声 蓬勃有力 密集的心跳声像古典一样 我也想你 夏小岚是真的想周成 两个多月没见面 相互之间还断了联系 夏小岚这种对情感需求极为弹幕的人 也觉得这恋爱谈的不是一般人能撑下去的 也幸好她自己本身就有学业有事业 平时的生活空隙都被填满了 要是一天24小时没正事干 全用来思念周成 夏小岚估计自己就扛不住这么折磨人的一滴恋了 更难的是一国恋 夏小岚都不知道怎么去启齿 周成和夏小岚怎么腻歪都不够的 教员说只让两人近一个小时 周成想起点正事 对了 季家最后怎么了 事情处理好了吗 季家的事乱七八糟的 夏小岚三言两语一提 周成手掌都握紧了 这不是欺负她媳妇吗 还以为家里人出面肯定解决了 哪知道季家却欺负小岚自尊心强 逼小岚要靠自己努力让季家低头 一群臭不要脸的欺负她媳妇一个小姑娘 好了 你别生气 这种人那么多 生气是给她脸 以后把事实摆在她面前就老实了 周成的经历要保密 夏小岚没主动问 那就说一说自己的事呗 说到杜昭辉来找她 周成笑得怪瘆人的 看来杜家的走私船还没被打通 上次在民省被截获的就是杜家的船 那次对方可是损失了上千万 杜家要是还敢往内地大宗走私 这边政府是不会手软的 杜家的走私应该不是杜昭辉管理了 夏小岚知道唐红恩的为人 刘天泉一直不受汤红恩待见 就是因为刘天泉不老老实实做生意 唐红恩能同意杜昭辉的计划 后者必然也和汤红恩承诺过什么条件 周成点头 有些东西不能和夏小岚说 涉及到任务 据周成所知 现在杜家的走私业务由刘天泉在管 周成他们已经零零散散地 和杜家的走私船交过几次手 都是些小动静 海风有点大 周成替夏小岚理了理耳边吹乱的头发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了 对了 你要在鹏城待几天 现在是二月十号 今年的正月初一是二月二十号 夏小岚打算二月十七号左右要回商都 算算时间还能待好多天 至少还能待一周吧 周成在心里琢磨 那还能再找机会见见 每天要是能见一个小时就好了 不过上面肯定不同意 那争取两天见一次 夏小岚也有点惊喜 真的能 周成没把话说得太满 我尽量争取一下 两个多月就见一面 还只有一个小时 两人都觉得相处的时间太短 夏小岚顺便提了下和陈希良的合作 毕竟那是周成出的本钱 夏小岚就是帮忙管理的 陈希良把各种手续都完善了 京城那边的门店也快装修好了 现在只等他拿出成品来 看看要怎么推广 夏小岚说起这些总是特别有精神 因为他擅长这些东西 周成也没敷衍他 详细问了几个问题 他把存折上交给夏小岚 是希望小岚多点安全感 和别人交公司卡是一样的意思 不是真缺钱 需要夏小岚去费心投资 把夏小岚累到了 才是得不偿失呢 夏小岚也不可能 每个步骤都盯着 他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眼看着见面的时间快到了 夏小岚抱着周成的腰 舍不得放开 哎 我跟你说件事啊 就是我之前不是参加了个英语竞赛吗 就为这事 现在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 一是王广平牵扯到其中 被调职去了党史办 二是我拿了个特等奖 教育部会送拿奖的学生 去国外当交换生 最短要半年 最长可能一两年 现在还说不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